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追浩兰传呢 虽然大家都很期待吴景言和念人的不离CP 但我相信不少人被风度翩翩的秦王孙艺人圈了粉 一些爱看电视剧的小伙伴可能演熟艺人的扮演者毛子俊 虽然说今年已经32岁的毛子俊不能被称为小鲜肉了 但是毛子俊的颜值依旧很能打 古装扮相可以称得上是温文尔雅帅气俊美了 毛子俊出生于1986年 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审计专业的他并非是科班出身 因为街拍广告而入圈的他今年出道也有十年了 小哥哥的影视作品有不少 很多剧也都是很火爆的剧 比如《公所心域》《诸仙青云志》《大唐荣耀》 搭配的演员也都人气超高 虽然毛子俊大多扮演的都是细分不多的配角 还有不少的反派角色 但是小哥哥给大家留下了一堆印象深刻的角色 《每人心记》中 毛子俊饰演忍辱负重的一代帝王汉武帝刘彻 该剧讲述了西汉时期 豆太后豆一房与汉文帝刘衡 一步步建设大汉王朝根基的故事 毛子俊饰演的刘彻是豆一房的孙子 在电视剧的最后一集才上线 戏份少得有些可惜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 毛子俊的少年气息几乎没变 在《后兰传》中再次扮起帝王来 少了些锐气锋芒 多了些温柔卢雅的气质 《公所亲玉》 作为最火的穿越剧代表 让不少演员一炮而红 尤其是主演杨幂和冯绍峰 毛子俊饰演的十四阿格印珍 是率真单纯的大清皇子 没有经历过勾心斗角 清心佟丽亚饰演的林素颜 为了爱他愿意付出一切 但是年素颜费尽心机的要嫁给皇帝 就成为了印珍的四嫂 十四黯然远走 最后在万念俱灰之下 去守了黄陵 亲世皇妃中 毛子俊是心狠手辣的王国太子 马杜云是女主马富雅的弟弟 因为家破人亡而和姐姐失散 被抓到北汉后受尽虐待 成为独奴 心里开始变得扭曲 既是个野心家又是个阴谋家 最后死于其姐姐马富雅的专下 这个角色算是个悲剧人物了 前期还是单纯天真的小王子 后期就变成了性格残忍英质的魔鬼 前后角色反差极大 毛子俊也曾经说过 出演马杜云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 演得很痛快很开心 毛子俊饰演四大名补之一的铁手 铁游夏 铁手的外号来自于他的一双可当兵器的铁手 铁游夏出身官幻世家 自幼队各种铁器耳濡目染 也因为喜欢混迹铸铁匠房而练就一双铁手 性情宽厚却不解风情 莫名其妙地被小毒女01喜欢上 成了他人生最大的意外 记得当时这部剧热播时 很多人都蒙上了铁手和小毒女这对CP呢 毛子俊饰演桀骜不幸的毒公子秦无言 秦无言是魔教四大派系之一万毒门宗主 毒神的关门弟子 虽是关门弟子 但一直被师父的毒蛊控制 从小在阴谋诡计中长大 所以变成了一个性格阴冷狠毒 心思缜密 城府极深的人 但是在面对碧谣时 他也有细心温柔的一面 痴情于碧谣的他毫无保留 愿意亲近所有对碧谣好 很多人都评价毛子俊饰演的秦无言 眉梢眼角都是戏 这个有血有肉的反派人物 让人恨不起来 更多的是心疼 大唐荣耀中痴情的安二哥安庆旭 安庆旭是安路山之子 自幼缺爱 性情孤僻偏执 从小就喜欢女主沈珍珠 沈珍珠是他生命里最初也是最终的暖色 安庆旭外表看似内向 实则心机深沉 作为安路山的儿子 却不受重视 常常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取代 再加上喜欢的沈珍珠 被刺婚于广平王里处 安庆旭和父亲安路山走上了谋反之路 最终 他还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安路山 这是一个很偏执很极端的人物角色 毛子俊还曾经提到 剧中的杀父情节 他一时难以接受 在导演开导和大量情绪的铺垫 才得以完成 这种痴情人生也是让人又爱又怜 那这儿的小伙伴也发现了 毛子俊还真的演了不少有特色的反派角色呢 这些反派角色黑化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都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坏字来评价 这就是演员和角色共同塑造出来的魅力 接下来介绍的这部剧 毛子俊终于不再饰演招人恨的反派了 但是这个角色也是虐得让人心疼 都说光头才是检验颜值的标准 那毛子俊的颜值可以说是经得起检验 而且是高颜值的代表 在天机之白蛇传说中 毛子俊既是白地的守徒林楚 又是捉妖师奇骁 还是不懂爱的法海 和小新的爱情也着实虐心 其实小哥哥的颜值和演技都很不错 这次号蓝传 饰演艺人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 很少参加综艺的毛子俊 也一直在踏踏实实地演戏 可以说未来可期 接下来毛子俊还有两部戏即将播出 分别饰演天生梦想家中的草根青年秦川 恨君不似江楼月的 一正一席的警察江月楼 在这两部剧中 毛子俊都担当了男主 相信小哥哥接下来能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 想把毛子俊安利给全世界的小伙伴请举手 希望能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